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米 今天的这一支影片要聊什么呢 最近很火的这个三缸引擎 其实这个三缸引擎出现在市场上是已经很久很久了 那在这些都是使用在一些所谓的城市小车身上 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Perodua的1.0 它其实就是三缸 还有以前它的这个刚就所使用的这个 660 850cc 的引擎也是都是三缸 可以这么说了 我们大部分的人 人生中第一台碰到的车 就是一具三缸引擎的小车 但是这几年我们就看到一些所谓的大车 就开始使用这个三缸引擎 什么1.2L 1.5L 甚至是性能小钢炮 都使用1.6L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输出还是一个272PS 370Nm 的境界 你觉得还不够力的话 千匹的这个Hypercar 都使用三缸引擎 为什么咧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主要就是为了要通过这个越来越严格的 排放还有油耗标准 要够省油 要少排一点废气 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减轻车重了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车子一直都往这方面努力 还是不够啊 那就往引擎下手咯 同样也是进行减重 最实际的做法就是直接减了一个刚速 你的引擎瞬间就轻掉很多了 相比之下啦 Lensales都是同一具1.5L 的引擎 一个是四缸 一个是三缸 这个四缸要做到三缸的重量 它可能要在这个材质方面下很多功夫 就可能用这个更加贵的轻量化材质 成本方面就高出了许多 而且在做出来以后 你也未必能够保证它和这个三缸的引擎一样省油 因为其实这个三缸它省油除了比较轻以外 它还是有其他因素的 这个待会我再说 这一方面我会讲长篇大陆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因为要告诉大家 这个三缸引擎的出现它主要是为了应付排放 而不是说三缸就是一定省油 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一点啦 第一个好处 同样又是这个1.5L 四缸和1.5L 的三缸 这个三缸它在低转时候的爆发力是会比较猛的 这是因为气缸少了一个 那在相同的排气量之下啦 每个气缸的这个容量容积也就比较大 简单来讲就好像是你把一个1L 的空气 装进一大粒气球 而把这个1L 的空气装进两粒气球里面 同时捏爆它的话 这个两粒气球的这个爆发力 是会比这个一大粒还要小的 所以在这个低扭部分呢 这个三缸引擎它的输出的确是会比较快 也比较厉害的 接下来这个好处就是刚才我提到 三缸会省油的其中另外一个主要因素了 那就是它的这个运作效率更加的高 其实引擎在运转的时候啦 内部的这个部件都一直不断在工作 一直在摩擦产生热能 而这些呢其实都是会降低到这个引擎的效率 还有性能的 那比起这个四缸引擎啦 三缸引擎它因为少了一个气缸 少了一份摩擦 少了一份阻力 损失自然也就减少了 燃烧效率方面呢自然会进一步提升 在性能还有这个动力表现方面呢 自然是更加的好啰 所以说同样一具引擎 从四缸变成三缸 你少了一个气缸啊 你不但这个引擎重量减少的同时 你的这个摩擦的损耗也少了 有研究就显示呢 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直接节省10%的油耗 是不是够直接简单 那讲完这个三缸引擎的主要好处 我接下来就要讲它的坏处了 首先我先从动力说起 这个三缸引擎啊虽然说在低扭 在起步方面它的这个冲力是很猛啦 可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它的这个动力连贯性比较差 你前面速很快 可是到了后面就没落这样咯 这形容是好像有点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原因是因为少了一个气缸 少了一个活塞 少了一个喷油嘴 简单来讲啊 就好像少了一个man power这样啦 所以说虽然这个三缸 它的瞬间的爆发力是蛮强的 可是呢在后劲方面 因为少了一个人做工 吸气啊压缩这些都是少了一个人做啦 就好像接力赛这样 你少了一个人跑的不长的意思咯 所以在这方面呢 三缸相比起四缸 它这方面是会比较逊色一点的 接下来的这个坏处 基本上可以讲是它的缺点啊 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就是它的这个平顺性不太好 就是所谓的 抖动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在这一部分我觉得我要先向大家科普一下 不过先声明啊 我小明我的这个physics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去做这个功课 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有讲错的话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指正我 我们都知道引擎在运转的时候啦 其实这个piston是一直这样上下 然后crankshaft在下面转 那这个步骤呢 是有个名字的 它叫做power stroke 它主要有四大步骤组成 分别是吸气 压缩 做工 还有这个排气 那这样子上下上下还有下面转一圈啊 其实它完整的一个轴期是下面这个crankshaft 会转一个两圈 也就是720度 它就点一式火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轴期啦 在这个过程当中啦 这个运作过程当中 其实是会产生拉来拉去的一个现象 所以就会产生到抖动 那我先讲这个四缸引擎啦 四缸引擎有四个气缸嘛 我刚才说到一个点火的动作是会转一个720度 那这个四个气缸它们其实是分开不同的时间点火的 所以基本上你720除4 平均每个气缸大概转一个180度 就会有个气缸负责点火 重点是这个四缸引擎它里面在运作的时候 其实是有两个缸上两个缸下 这样的排法就完美抵消掉这个气缸在运作时所产生的抖动了 那讲到这个抖动啦 其实四缸算是最基本的spec 也就是所谓的starter pack 你在上可能6缸啊8缸的话 基本上这个抖动的抵消是更加的漂亮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讲直流啊 V8引擎啊 运转的时候更加的细腻更加的sweet 原因就在这里 那三缸叻 我们又讲回刚才那个点火的一个完整的运转啦 也就是说720度除以3个气缸啦 平均就是240度 也就是说转一个240度才会有一个气缸点火 我的算数其实是不太好啦 可是我就觉得 诶这样的点火方式就有点不平衡啊 加上这个三缸引擎它的运作啊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两个上一个下啦 人家这个四缸引擎都是成双成对 这个三缸啊就好像一个气缸当店的炮 抗着一堆cubber在那里做运动这样 啊抖动的问题就出现了咯 那现在其实有许多这个汽车厂家啊 都在这个三缸引擎上面 导入了一个叫做平衡轴的附件 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让这个三缸引擎在运作的时候啦 达到平衡降低抖动 但是呢在怠速还有低转的时候啦 这个三缸还是因为先停性的问题 那个电灯泡看着cubber运动 它还是多少会感受到那个震动的问题 不过我要说的是在现今科技一下啦 这个三缸引擎除了像我刚才讲的怠速 还有低速低转的时候 可能那个抖动会稍微明显以外呢 其实当你平时在开的时候啊 在现今的这个技术下 其实你不太会感受到这个抖动和震动的 你唯一会感受到的差别就只是 它的这个加速在后中后段方面会稍微比较虚一点 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三缸引擎刚才我们就说到嘛 它抖动比较明显 那其实这些汽车制造商啊除了引入这些什么平衡轴的技术以外啦 它在这个吸震方面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功夫啊 包括像是这个Engine Mounting它方面 它也是做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 来降低这个震动啦 不过一开始新车的时候的确是不懂 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 这些部件其实还是会老化的 尤其像是这个Engine Mounting这种站在front line前线的啊 估计寿命都会比一般的这个四缸引擎的Engine Mounting还要短 那这一方面其实也是无形中增加了你的这个仰车成本啊 不过讲到保养我觉得其实三缸它同时因为它少了一个气缸的关系啦 所以也是少了一些部件好像火星塞这些也是少了一个的这个成本 这方面其实也是有省到钱啦 只不过长眼下来呢 究竟这个三缸引擎的保养成本是会比四缸高还是低 我觉得这主要是看这个引擎它的构造设计 还有就是它所使用的这个material也就是材质啦 这一方面呢并不能做一个真正的比较 除非是同一阶引擎一个四缸一个三缸 你拿来做一个comparison啦 啊这样子就公平 好啦以上就是我小明为大家所做的一个三缸引擎的一个简单解说啦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解除对这个三缸的一些迷思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说到不够或者是你知道的更多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就不知道你是比较喜欢三人型还是四人型呢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啦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勾勾力分享出去 还有大大力按我们的这个subscribe button 记得点击小铃铛 这样我们有最新的影片就会及时告诉你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系